那你们要当老师 我规茧就不能照我的方法 你们要去很扎实的把理论全部弄透 像范老师看看 研究指挥硬门 有的人学可能一年 他论命盘可能没超过300个 他就当老师感感而谈了 但是我们范老师搞了十几年 他还在搞指挥 你看 他表示说他所有的 通通记在脑中了 心怎么弄 心里面会分到什么 都在里面 分心一意识刻发起来 所以我赚钱要跟范老师学 好 接下来就 展演法里面 高为阳 这个我早上有谈过 为男 依为阴为女 上中下来分 上为长辈 中为平辈 下为晚辈 所以看一个房子 这间房子 如果上面是比较破碎的 或看起来比较不顺眼的 那代表住在这里面的产辈 比较不好 如果中间的区块 你就把房子譬如是十二尺高 那就是四四分为上中下 那一样 这个行家常演法 用看人也一样 这个是看年轻嘛 一到三十 三到五十 五到七十 那也可以 这个左边叫做一房看一房 如果这边比较暗 代表你们兄弟之中一房比较不好 那这是二房 这是三房 所以从一个人的年 也可以看出你家里兄弟 哪一个发展得比较好 好 这个都懂 龙边论男背男性 平常论短背跟女孩子 龙高男孩子 龙高 龙是代表一四七 那虎高 虎高是不是三六九 所以三房比较有出息 龙长 大房能力强 龙长 龙比较长 大房能力强 虎长就是三房或女的能力比较强 那以这个房分来讲 男女长幼 辅客之分 那应急应凶意外 身体开刀 以大英来讲龙边辅居住十年之内 发生了四 龙边 这样看出去 左青龙 右白虎 那这里管十年 那二房就是看这里中间 这是管第二十年 再来就是三十年 就是用这样的成分 所以有一些边间的餐厅没有容 所以他搬进来不是第一年 或者是一四年就倒闭了 只要他能够撑过四年 一四七嘛 中间后面有靠山 第二年就比较好 第一年还难过了没有倒 到一二年就熬过 因为中间后面有靠山 就代表已经熬过了 那一般没有龙边 而且又带路又斜了 那大概一年之内就垮了 除非有女人来当老板 因为女人是不是管三 右边嘛 那以一个房子来讲 这是一间餐厅 那这边这样有马路 然后又斜 顺水局 那这里我们划分为三个区块 这是一年 四年 七年 那这里是二五八 这里是三六九 那这里又代表女 这里是不是代表男 所以这里做生意 因为男边有路 洞 而且又脱走 我们记得嘛 后山不能动 还有龙边尽量不要动 那既然他又是马路 他又是顺水局 那代表搬进来了第一年 如果是男老板 就可能经营不下去 那经过第二年 他们连强熬过来了 第二年就没问题 第三年也没问题 那否则这种房子 就要有女孩子 女孩子代表 来看这边 如果又有房子来讲 那代表女孩子没有问题 因为男损女就没问题 所以女孩子来当老板就OK 好 流年来说三步论一年 六步论两年 有九步 第三年来论 吉凶看法远近高低 哪一方 就代表说这个行煞路 李敏家是三步的圆 这个马路李敏家三步 那就是在三年之内 比较有影响 如果六步就是两年 那九步的话就是以三年来论 那夫妻感情及一半桃花局 好 道路开空位置可分为左青龙右白骨 论男人桃花或女人桃花 好 如果这个路是在右边 而且弯弯曲曲的 在右边 在右边 那是女孩子出问题的男孩子 右边是女孩子 如果是在左边 就是论男孩子出桃花 好 乌弯如龙土阔墙 树行成官状也论桃花 所以不代表马路 如果有种树 刚好按这里弯弯曲曲的也算了 因为行都是官 官就代表人就会躲躲闪闪 容易出桃花 厕所冲闯也会 我们上也看过嘛 谁在龙边论男人换桃花 那外局谁生谁 官驱破坏功 都算桃花的判断 那桃花路的论法 路边高低论桃花 路高而来论长辈 逆水而来也论赚钱的桃花 路高而来 路边高而来就是论长辈 平面而来就论平背 由低往高就顺水的话 叫做花钱的桃花 桃花水在前 明堂为桃花 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桃花 如果那个马路或者是塑形 或者是形状是从前面来 就是它是明的 除了在后面就是暗桃花 所以我有跟几个老师出去看洋仔 他在论桃花都问他 问他太太说 你先生好像外面有女人 你知道 因为他就是看到桃花水在左边 然后是暗桃花 那车祸呢 前路冲到明堂 来 这个 然后路从这样冲过来 那刚好是老二 如果路冲到左边就是1475 冲到右边是369 那冲到后面叫做三老二后长辈 因为后面也代表靠三长辈 那冲到左边老大后男人 冲到右边就是老三后女人 所以用这样来判断 也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你这个懂 我们一直在强调 就是要让你们一直强迫的记忆 你们以后看到前后左右 就开始可以来论现象 这样就是流产的方法 厨房之瓦斯炉 以厕所门相对比较容易流产 卧室的床铺 以厕所相对都有可能流产 因为是排汇器的 对运路比较不好 那卧室床铺对到间行的物品 例如说他在睡觉不是有床头柜吗 床头柜是不是可能会切到头 如果说真的常常流产的女孩子 你就叫他床头柜不要打 就直接靠那个就好了 就不要有一个左右边有一个床头柜 那如果说他的床好像有被那个什么 衣柜的那个斜角冲到椰池代表间社物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安排就是代表我们的 要让他很安静 结果监射物每天睡觉七八个小时 都监射着他 就是代表准备拿刀剖开 就是容易流产的意思 所以记得如果有常常被流产的那些运路 我们要注意他床旁边有没有一些刑煞物 那开刀呢 房屋面对邻居的闭刀刑煞 或者向冲的路冲都有开刀的可能 那再来背后有洞的迹象 另外动在背后骨刺跟背痛之分 如果从后面有冲动 如果有螺翼代表骨刺 有道路之车辆流动为背痛 高为难 低为女 好 这个都讲过了 来 本宫入后入冲 房屋一内收 好 那样一台房子 好 那样一台房子 可以说这个是圆环 这里是不是反空 这一排房子 我挂得太近了 那每一间都反空 一般的房子是盖平的 如果说你要避反空 这个叫做内收 内收就可以避反空 那一般我们很难把说 除非你从盖上把它揉进来 房子然后怎么办 招进来 那我们都会用所谓的山海针 或者是戴起泉跟八道土把它挡杀 这个就是可以纳气 有没有 气过来它接收 从这边过来也可以接收 所以一排房子里面 只要招进去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禅宫地区 都比较不会有行杀 而且比较有财运 自杀论法 屋前有吊井之行杀 我比较远近 这个就是有行就有杀 所以你看到外面的房子 好像看起来有 有那细细的东西 人家批什么 乡下不是有在拍杀的 那有可能就是好像看出去 就有人吊井之类的 那比较会有压力 好 那在龙边 如果在你看出去龙边左边的话 那代表男的 比较容易有自大的形象 右边是女的 好 再来发风 不管龙边过壁或虎边过壁 都会造成精神压力 所以现在精神压力大了 你去看看住家是不是太低了 比如说这一间房子 然后一样同一片墙壁 这个门开在这里 那以AB来讲 是哪一个B哪一个 ABB还是BBA 对 因为这是头对不对 那这是中间嘛 肚子嘛 这是脚嘛 所以被这个脚好像 它就是压力直接逼在你的头部 所以人就比较容易 住在矮房子的这一户 比较容易有发风的情况 精神压力 那一样它是 对B来讲是B 它的右边的左边 左B B要对B喔 右边是女孩子 所以B的 住在B的里面的女孩子 比较容易发风 那如果相反的 变成是这一边B 那是不是以这一间来讲被CB 对他来讲是他的左边嘛 所以是住在这一栋里面的男 男孩子 这是女孩子喔 所以跟我出那五本书 就是你们买的五本 它是六本吗 五本啊 那五本的作者就是 跟他一起作的叫李以成 他家就是 不知道他谁的亲戚的家 然后就是这种房子 高低高 我们就问说 那这一家是不是他家的某一个人 比较精神比较不好 就印证了 他在入主嘛 就是高雄的入主 我们有去看 原来是这个B他B的 是从一片墙壁 又没有隔开 所以叫做 我们以真的来论的精神压力中 好 那中风呢 这一家不闻 谁容易掉下来的 你面对的建筑物 哇 怎么会 风来就会一直摇晃的 那代表你这一家方子 手面对的是摇晃的 那代表可能 会有中风的情况 那这有什么关系 反正行家将一把的理论就是 你看到 晃晃的就是代表有蓝空 空气蓝空 所以就会影响了 你说到底会不会 因为我们没有发生 我们只是照理论 以前有印证说 这样会比较容易的 中风的 高壮容易追寻的 管壮物有受造阻塞的现象 他受高压建筑物B楼B府 这个时候算了 好 前后 A宅 A宅 这就是A宅 地形前高后低前高 前高后低 就是这种前高后低 中间有隔开 加上A宅倒下只会撞到 A宅倒下会撞到头 有没有 这个有隔开 虽然有隔开 但是他一倒下也会撞到他的头 所以这个也有中风的隔离 那前面那个是不是有溺水的感觉 啊 前面 对啊 前面是不是有溺水 对啊 溺水 但是现在就是以窄型来讲 他是高大物 那他又高很多倍 所以他如果一倒下来 会碰到他的头 所以就是也代表 但是他是属于 算是溺水局 对啊 但是这种溺水局不是很好 为什么太明显 他就说后面又陷了 对不对 后面倒入了嘛 所以你等于说 钱进来快 但是出去也快的意思 所以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不要很明显的看到 那是慢慢的踩才会长久 如果是斜坡的 尤其是深坡地开发案 都是斜坡的 你要买房子大概 你看起来好像感觉不到哪一边比较高 但是事实上水一倒下去 会往我们的前面流 买那种比较平的 是比较稳当的 你不要说我买进来前三年就要大发 但是问题是那种房子 就会太陡了 不好 这个一样嘛 好 A 是难的 会冲坏你的 因为他左边 轮到高大线主部蛮难 按5D 好 那癌症 癌症大部分 羊仔对人体健康影响不能无视 独家 聚家环境保持整洁明亮 那如果羊仔的暗 脏 乱 压迫 突出 凹陷 严重 都会因应癌癌症 行软为良性 行硬 行软就是一些动的 或者是看起来软啪啪的 那叫做暗 叫做良性的 如果说行是硬的 看起来是一个大石头 但是石头是属硬 那大概是恶性的 那又看颜色 如果是比较白性那是良性的 黑的就是恶性的 那一样以我们忍来讲 如果我们颜色看起来 是比较白 比较亮的话 那代表它的韵会比较好 那但是忍耐度比较长 那如果是比较暗 然后又比较 比较暗又比较什么 黑色 暗跟黑色差不多 那就比较有耐性 所以女孩子很简单 你看说这个人想要离婚 如果呼吸之间女孩子比较白 然后又比较瘦 那代表离婚很快 因为白又受它不能承受压力 但是如果它是属于暗 又有肉 那代表离不成 因为它可以承受很多的压力 因为黑就代表承受压力 好 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看起来是 是白还是黑 所以它是耐性够 那因为它是有肉 如果它今天又是没有肉 又黑又暗的话 那就代表非常辛苦 好 肝癌跟肾癌 在防止存痒 存痒是不是后面 如果有楼梯 再加上身体状况不佳 主排股功能的气候实际 就会有排症就会入侵 好 这里就是你后面如果又有楼梯 或者是电梯在洞 那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存痒就不能有洞 好 那你知道你家里面的溶边 用边如果低限潮湿 又如果是臭水溝或是注射 容易上升就是有肾癌的感性 好 那这边呢 隆边不但有入侵 比如说这些洞子 左边是不是隆边 刚好 这边 这边有入侵 然后又有臂刀 对不对 有臂刀又有入侵 可以断定如果是隆边的话 就是老大长子得肝病 然后刀为金 金刻木 所以砍为水 水生木 木又代表干 就代表就会代表战狂 有问题 这样是对他来讲是 虎边这个是抢 然后虎边抢 龙边又带刀 然后男人又不利 因为他没有左边 所以这种房子是边间 做生意之还可以接受 但是也不好啦 因为这个入侵又是臂刀 除非早上说的嘛 这个入侵是属于六七八九 这就是风水的风气 那是当气的话那还可以接受 如果又是退气 那糟糕一定不能住人 一进去可能就要随时饶毙了 那口腔癌呢 住家的大门好比一个人的口 所以大门有章乱阴暗都不好 严重就是会有口腔癌 大肠癌呢 巷弄 然后对面又是高楼 搞不明堂阴暗 客厅阴暗 中间如何开窗容易大肠癌 所以看对面高楼容易提起大肠癌 那子宫癌呢 胃癌 子宫癌就是人装东西的器官 固在房子内的洗衣机 风干机 垃圾桶 金颅等放在家中的阴暗地方 又有门神位炉灶对到这些东西 家里又有房门神位炉灶对到这些洗衣机 风干机垃圾桶 所以家里面的东西要记得 如果常常有子宫癌胃癌出现的 是不是要检查看看这些东西 垃圾桶是不是会 刚好有门打开就是垃圾桶 或是神位的地方这样都不好 那行家讲到这一边 我们大概以这一张 这一张是什么地方知道吗 应该超过二三十年了 有吗 不是 有没有赚钱 在新家上 你看 这里是不是他 从那个新生北路高架桥上来的路 明堂宽不宽空 但是他是爬山对不对 那叫顺水 顺水 所以我们来断 为什么这一间不管谁经营 炎长寿是不是经营饭店的行家 他还是做不出来 所以这个是 他又在这个山里面的屋脊 这是最高点 对不对 后面有没有靠山 所以照我们新家上一法里面 根本没靠山可言 那左边是带水河 对不对 是不是青龙 青龙是贵人是客户嘛 老虎也是客户嘛 老虎是远地方的客户 刚好又是新生北路高架桥 原先救火团 对不对 所以他左青龙 右白虎通通陷嘛 后面又没有人顶你嘛 前面平堂又是顺水局 这怎么可能做得起来 好 那他是不是红色建筑 有三年是被火烧掉在整修嘛 是不是红色代表火 你看都符合真正的原理嘛 这是最典型的啦 是因为有国家的钱在撑火之后 他本来就不适合再这样盖 盖在这里本来就不对了 他是压在龙脊上面 人家说好地是要在龙 龙下来截穴的地方 他竟然卡住龙背上 这只龙要动 随时会摔下去 可能就随时倒闭的危险 那像这种如果说是我们的别墅来讲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 如果不改变 不把它打掉重来的话 只能在他的后面 种很多树 能够当他的靠山 那左边这边也要种很多的树 右边也要种很多 但是很难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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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